蓝白整合进入倒数季时 国民党总统提名而侯友宜 持续在台中轻跑行程 一定会想出更好的方法 蓝白两党积极找出新共识 党主席朱立伦前天打电话给柯文哲 提出两个新方案 我昨天跟柯主席在说明的时候 我说日本这个方式历经几十年 所谓的日本模式就是侯科或科侯 对上赖萧佩做出的民调占比50% 另外则是找蓝白两党及友好的立委候选人 进行直接吴季明秘密投票 比例同样占一半 另外还有德国模式 同样两组候选人对比民调占二分之一 另外50%则是比蓝白的政党支持度 柯主席电话当中 看起来他对于日本是比较有偏好 通完电话之后是蛮乐观的 侯友宜只有一句回答 完全尊重党中央 所以我们整个思考结果 还是用全民调 但是我们愿意退让 如果我们是在误差范围内 就算赢了我也让 肯文哲想了想 最后只愿意在误差范围这项让步 仍要采取全民调 等于退回到原点 否决全民调的不是朱立伦 是大家在前一个阶段就已经结束了 火车根本还没有到站 我本来跟柯主席讲说你可以明天或后天 就是指的是今天或明天再给我答复都没有关系 我认为国民党没有办法这么快 所以我也不会给他什么 在媒体上说我给你最后通牒什么日子 火车来了 开的时候就不理你们 我不会讲这种话 蓝白河火车要怎么开 猴株柯之间还有德桥 国民党不断释出善意 柯文哲再不接受 最后恐怕要承担破局的责任 欢迎新闻 红世辰 吴志辰 李鼎强 台北 台中 采访报道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中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债 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